是在於尊重 今天就是國歌法在立法會首讀和易讀 但是我們看到在這麼簡單的宣讀草案的過程中 我們立法會一些反對派的同事 他們也是用一些比較我認為是比較幼稚的方式 去表達他們對於國歌法的不滿 又或者還是有一些年輕人 他們要透過今天用一些標語 是很清晰的發放一個信息 就是他們不想歌頌或者尊重國歌 這個信息我相信一個合理的人看都是很清楚的 所謂這些不歌頌的自由或者其他 其實我認為真是不必要的 為什麼呢?因為大家都知道在法律上 國歌法已經擺放在基本法附件三 全國已經適用 香港只是有兩個選擇 一就是直接公佈 那就不用立法 一就是當地立法 在當地立法的過程中 我都有信心應該會是在預期的階段能夠通過的 在我接觸的廣大的市民裏面 香港人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居民 是絕大部分不想見到別人 是公開去侮辱自己的國歌 甚至呢 甚至呢 你看到一些球賽 我們自己 其實出現那些 自己香港人 去聽自己的國歌 其實是 在國際是一種很大的笑話來的 就是人家都要尊重我們的國歌 這個就是互相尊重了 所以我認為那些是可能 好意去看 就是不同意國歌發草案 其中有一部分 可以在草議委員會階段 用一些更加恰當的方式 去發表他的意見 但是如果完全不支持 或者完全要搞局 希望那個國歌條例不可以通過呢 我認為在政治智慧上 就是非常之低了 因為呢 變成了國歌條例 對香港來講呢 是那個法律的適應 適用 一定是好過直接公佈的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立法會 其實是應該盡快一起合力 將國歌法三讀 大家透過合理的討論之後呢 就變成國歌條例 那反而不要有太大的真空期 如果太大的真空期 真的也不能夠排除有些市民 如果再用一些行為 是大家認為接受不到的時候呢 令到我們那個 在草案的草議裡面的過程呢 是會複雜化的 那其實我認為 國歌法應該呢 應該呢 是可以收貨 也都不止是收貨的問題 這個牽涉到呢 香港人 我想他們要有一個正確的判斷 我相信香港的社會 絕大部分的市民呢 都是支持國歌法的通過 原因都很簡單 從政治和法律的倫理 我們都很希望呢 有一個清晰的法規 令到呢 不要有人可以公開故意地 侮辱我們的國歌 所以這裡呢 我再一次呼籲 我真是很希望 泛民的朋友 還有一些年輕人 不要再在國歌法這個問題上 去糾纏 如果大家希望找議題呢 其實可以找其他重大的民生議題 其實更加有意思 無謂呢 令到呢 社會之間 亦都再一次產生 這些撕裂和衝突 OK It is completely a politically unwise act And also it is a very childish act to express their views which might be different from the present draft The act is seen by a third reasonable person that they totally reject the national anthem song national anthem bill This actually doesn't do any good for Hong Kong Because according to the the basic law the national anthem law already put into Annex 3 and Hong Kong has to implement it either by direct promulgation or by local legislation Now the legislative council is choosing the letter choice that means we are passing laws in a way that Hong Kong people are more used to however if people do stupid act which continue to agitate the tension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mainland people between Hong Kong and China I don't think it is good for Hong Kong so I think people can express their dissenting views but not not in the national anthem bill they can express their view in the drafting process with this kind of stupid act i think it would only cause adverse effects to the environment of passing the law as well as may give more sophistication to some of the law and bills which we see to have adopted a generous approach thank you thank you t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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引致保安員受傷 這個對誰有好處呢?對沒有人有好處 大家都希望不同的政見 可以在那裏用一個文明的方式表達 而這次反對的事件就是國歌法 他們完全否定國歌法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認為會引起中央政府關注到香港的年輕人 究竟對於一國兩制裏面的一國 是否願意尊重和接受呢? 這些事情發生得多 對香港的高度自治都沒有好處 所以我奉獻這些年輕人 如果大家是接受國歌法 亦都接受我們用本地立法的方式去制定 好好地在起草委員會的階段提出意見 但是如果你是完全希望就是搞局呢? 那我就希望他們快些收手 因為這樣他們只會令到很多的香港人 甚至絕大部份的香港人 是對他們反感 因為絕大部份的香港人是絕對不想 自己的國歌是被人公開侮辱 甚至是用這種這麼愚蠢 搞局的方式去變相侮辱我們的國歌 所以我就希望他們快些停止 大家現在其實都是採取一個寬容的態度 就不要令到那個起草過程複雜化 多謝 好